在广州有新婚夫妇因为疫情要分隔两地 有港票更加要在隔离酒店到睡晚 这个太奇怪了 这个都OK 韩太上个月特意去到香港 和韩先生登记结婚 之后因为工作再回到广州 逆下两年多 两人最少来多 只能够靠视像沟通 就算新婚后的第一个农历新年 也不例外 正常的话其实应该是我们第一年派历史 应该是我们两个一起派给后辈 但是今年没有我们都是各自派 他有他那边派 我自己有这边派 又没得聚在一起吃屯面饭 都有一些遗憾 希望尽快通关 没办法和家人在香港屯面的 还有在广州做律师的港人林广健 他因为工作没办法长期隔离 这两年也没有回到香港和父母团练 家人住在最近疫情严重的葵冲村附近 令他很担心 做好防护措施出门口 或者尽量不要出门头 都是这样只可以口头言语上安慰 就是年货或者礼物和手信都会买好 准备好拿回家 跟大家一起过年 到后面没办法了 自己消耗了 吃饭 大家不要在这边吃 他在那边吃 大家一起 可能跟老爸喝两杯 吃饭 那这个就是隔离餐了 每天都是一样的 今天有个鸡腿还算好的 港飘黄曬过去两年多次回到内地 但今年因为深圳隔离酒店一位难求 年29他说不及回家吃团年饭 只能够独自在隔离酒店杜碎晚 在台湾高雄的寿山是微喉的棲息地 但近年当地有微喉全身脱毛 就好像白喉一样 有研究说 喉群数量太多 压力太大所导致 亦都跟人类的行为有关 由駐台湾记者欧国强讲一下为什么 高雄的中山大学 坐落在寿山山脚 经常遇到微喉津占校园 闯入办公室 宿舍和抢食物 微喉其实才是这里的原居民 估计数量有上千只 但2013年起 陆续有民众发现 不少微喉全身脱毛 露出偏白色的皮肤 软体如同白喉 数量更加越来越多 最高一个半月录得六十几只 外界担忧 是否因为不明疾病数导致 平东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受当局委托调查 透过收集血液药本等排除生殖或者是营养方面的原因 再透过检验和比较 正常微喉和粒毛的微喉反映紧张程度的代谢产物浓度 推断微喉粒毛是压力所导致 估计是过往很多游客喂食 造成微喉数量急增 后来经当局劝语之后 游客喂少了食物 微喉就面临食物短缺 生存压力增加 当局明文公告 禁止游客喂食微喉 为例者最高可罚三千元新台币 执港币大约是八百元 或者亦建议可以透过控制繁殖 降低喉群的密度 为微喉减压 母线电视主台湾记者欧国强不道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说 虎年要有胆识和气泊 努力推动中美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驻美大使馆星期日举行网上春节招待会 驻美大使秦刚致辞的时候提到 虎是勇敢、智慧和力量的象征 虎年要拿出胆识和气泊 按照两国元首去年视像会五达成的共识 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精神 逆水恒舟、仍然异常 努力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也不要忘记飞虎队 即是二战时期援助中国抗疫的美军志愿航空队等的事迹 逐写新时代中美友好新篇章 秦刚又说 款年的开年大使是北京冬奥 相信北京一定会举办一家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 英文Tiger一词、五个字母的寓意 这就是Tense、紧张激烈 Inclusive、海纳百川 Green、绿色环保 Extraordinary、精彩纷繁 Refreshing、耳目一新 美国前总统卡特亦都自贺信 希望中美关系在新一年重回和平和副建设的接触 无线电视记者李俊良不得 政府将会调整由内地、澳门抵港之后的强制检测次数 星期六开始左右1月18日或之后到达香港 入境前14日曾经逗留内地或澳门的人 强制检测次数将会调整到三次 分别在抵港的第三、五和十二日接受检测 经回港业和来港业 豁免检疫人士也都需要进行这三次强检 至于由台湾入境后的检疫期 星期六起改为指定酒店14日 加7日自行监察 1月中之后由台湾到港 正是检疫21日的人 如果已经完成最少14日检疫 又检测阴性 将会可以陆续获安排离开指定酒店 有研究显示中国国药和科兴新冠疫苗 对Delta变种病毒有效 研究针对广东省去年5至6月 超过100宗新冠感染个案 以及过万名这些个案的密切接触者 结果显示国药和科兴疫苗 对预防感染Delta变种病毒 有效率有5成2 对预防有症状的病征 功效是6成 对重症的防御功效更加达到100% 但研究无法取得足够数据 显示两款疫苗分别的防御力 或者根据年龄组别进行分类 指出完成接种疫苗的参与者里面 只有6人是60岁或以上 研究由一个地方疾病控制机构 以及两间内地大学的研究员负责 刊登在美国医学期刊内科学年银 属于北京东澳比赛项目的单板滑雪 不乏凌空旋转 翻腾等动作 吉林长春一个60岁的单板发烧油 辞呈冰雪20年 还拍片分享雪上运动的乐趣 一起看一下 吉林长春这个滑雪场 夜间灯火通明 一种滑雪爱好者当中就有它 我叫张逸兵 这个新雪季 也就是北京冬奥会的时候 我将迎来自己60周岁的生日 在这个年龄还在训练单板滑雪项目中 综合能力最强的拖面障碍技巧 其实放在全世界都是极其少用的 张逸兵在2002年接触单板滑雪 从此成为单板发烧油 当时这一项运动在内地仍然未流行 普平台获得资讯 他只有靠自汉从不断跌倒中掌握技巧 我从小到大 我一直喜欢各种体育运动 但是最后落在这项运动上 就是因为这项运动太可爱 太值得大家了解 去学习 去感受它了 为了这个雪季能够玩得既开心又安全 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要求你的腿部的力量 和你身体的协调 核心的稳定性特别高 从枯燥的健身房 去到刺激的崩床公园 他每天和20多岁的年轻人一同出入 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汗水和艰辛 单板滑雪对张逸兵来说 已经从一种运动形式 转变为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当中没有年龄界限 只有勇敢向前 滑雪是一个季节秀 一小时记的 这样才能享受稀有的这个雪 你会回到大自然 你会在冰天雪地 非常壮美的世界直撑 带领更多的人走进冰雪 我觉得这是我未来应该做的事 能改变你的生活 能改变你的经济状态 单板对于我来说 就是自信 充实 还有年轻人 新年除了吃团年饭 春季拜年还会做些什么呢 北京的民众就选择 拍全家福留念 今年带影楼多了很多生意 新年是不少家庭团聚的日子 为了纪念这个特别的欢聚时刻 北京有民众选择到 拍楼拍全家福 我们是提前预约来拍照 因为是新年拍全家福 也有人特意到传统影楼 拍摄怀旧风格的全家福 又影楼说生意比平日增加不少 大概年底吧 客流还是有所上涨的 平时我们大概就拍个200多份 现在拍个300到400之间 照合影的主要是增加了 如果想要更多新花样 不妨来到这一种新式影楼 他们会提供服装造型 装发服务 民众可以自行选择拍摄主题 满足各种需求 影完之后 商家也会帮忙收拾照 数个显示 2016年至2020年期间 内地摄影行业商家 按年平均增加大约三成 为了提高竞争力 有影楼还会提供摄影课程 同销售化妆品 无线电视机者彭建华报道